哈囉大家好我是屯屯我們今天呢要來玩這款遊戲叫做奇蹟MU大天使 那我們今天的遊戲內容呢會來稍微介紹一下這個三個職業 然後還有這個序號里巴馬分享 好那我們先來看這個職業的一樣是有這個熟悉的三個職業嘛 那分別是劍士法師還有一個弓箭手 可以看到這個就是 這個黑龍波的特效 然後煎靈弓箭手也是跟之前的奇蹟遊戲都做的 一樣都差不多 連這個翅膀幾乎是也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的話來講一下這個職業推薦好了 那其實的話這個遊戲呢 開始玩他 會給你三個職業所以的話不用特別 選一開始說一定要選擇那個職業 但是的話 裡面的話推薦培養的話還是推薦培養這個 魔法師還有這個弓箭手 那畢竟這兩個職業的話算是 輸出比較高的 所以的話可以盡量培養 那因為這個的話 裡面都可以 玩到這個不同職業所以就不用再講說可以 要選擇哪個職業 基本上哪個職業開局都可以 也可以選擇你以前玩過的 就你比較特別喜愛的那個職業做開局就可以 然後進來的話首先 這裡就要我們選擇個畫子 那麼兌換了就點擊又上繳這個兌換 那這個要到50級才能夠兌換 然後這邊的話重返榮耀 這個熟悉的 熟悉老闆娘 那整個遊戲的玩法呢 其實不像其他的奇蹟遊戲 這個遊戲的話就 可以把它當作成一個掛機遊戲 所以 所以的話蠻推薦 可能想要玩奇蹟這種情懷 然後又 又不想要玩得太累的那種人來玩 畢竟的話這種遊戲基本上都是要天天打蠻多個活動還有副本的 那這樣一天玩下來的話其實也是蠻累的 那這遊戲的話基本上就開著掛機就可以了 然後操作也不太需要什麼操作 不過也就因為這樣可能會少一點這個以前在打成戰 或是PK的這個 刺激感 然後整個玩法的話就像這個樣子 只要我們 到達一些能力 然後就可以點擊這個左上角的挑戰手裡 然後他就會打了打贏下一關 然後就可以到下一個關卡然後獲得更多的經驗值 你看一下我們現在身上穿的裝備都會顯示在這個 人物身上 原本還算蠻好看的穿的這個就就變蠻醜 然後我們我們這邊角色你看像現在都還沒有開 之後他的話他就會開其他的角色可以讓你這個做選擇 所以的話三種職業都可以玩到所以不用擔心 而且這樣的話打到這個裝備就不會浪費掉每一種職業都可以穿然後多的話還可以上交易所把他給賣掉 他現在我們做什麼 這邊的技能書是要直接花鑽石買的 那不像之前的那個要 升級到 一定的等級他就直接開啟 那像這個職業蠻多的還有這種魔導師跟神導師 我們先開啟一個隕石樹 然後每一種技能呢都有不同的這個技能說 這個的話要全部買滿的話其實也是要花蠻多的這個錢 你看只要推過這個34關他就會開啟這個第二個角色 那到最後的話你這個主角後面就會跟著 另外兩隻職業 這個畫面也是 蠻有趣的 看到我們的普攻變成這個隕石樹 雖然他是隕石啊不過他一次就只有打一隻這個怪物 有點小可惜 好我們這樣又可以獲得 前往下一關的 機會 靈魂祝福寶石 來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學到那個黑龍波 或是激光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遊戲有沒有黑龍波好了 而且這個 而且這個 柱旗都有住在這裡 像彩雲獸啊這個虛空魔魚喔這個這個之前好像沒有看過 然後這個犀牛 最強的應該是這個 懸天冰魔 然後喚醒的話還可以換成不同的 我像這隻 寒冰神鹿其實就蠻好看的 不過的話這應該也都是要儲值才能夠拿到 我們這邊的話推薦加點他現在是都幫我們加點加好 然後這邊有一些屬性 整體的設置看一下好了 那這邊還可以選擇要不要去自動拾取裝備 然後一些這個 現在又叫我們買喔 火龍樹之書啊 喔黑龍波在這裡 我們黑龍波要20級才可以購買 來我們可以 裝備一下新的 喔從地底召喚出火龍 一開始有點魔法式的樣子喔 來了來了 而且一樣可以回收嘛可以獲得魔金嗎 記得以前回收是可以回收到魔金喔 那這次是改成經驗 喔可以前往地下層一層 喔我們從原本的勇者大陸 來打到這個地下層一層 標準經驗值1.67萬 然後先打贏這個骷髏王 這就是當初勇者大陸的 這個感覺有點不太像骷髏王 感覺他這個披風沒有那麼帥喔而且他是不是變瘦 雖然都是骷髏頭 那明顯感覺到這個身形 沒有那麼的魁梧巨大 還是說他少了那個皇冠 感覺是少了皇冠喔 喔一樣有這個小熊貓耶體驗的小熊貓 然後小熊貓終身限購 這裡 就要9800個鑽石 知道這個儲值是總共是 幾比幾喔 這邊 16級才開啟手儲啊 還不讓你一進來就是儲值耶 還是說這邊才有 你看16級 我們再升級就可以儲值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這裡的小熊貓 給他穿戴上去喔 這個角色的裝備頁面也是做的蠻有那個 還有那個什麼 叫做什麼 品味嗎還是什麼氛圍應該是說蠻有氛圍的 連這種 不同裝備吃了格子大小的樹木不一樣都有 弄出來 但是蠻特別的 感覺是之前的暗黑 暗黑Online 好又是這個骷髏冰喔 印象以前的骷髏冰沒有那麼巨大 還是說他是首領 好我們應該是可以開始儲值喔 喔其實我們儲值的話好像還好 台幣930的話就可以獲得5萬球 那其實感覺還是蠻 還可以的吧就當做一個情懷的放置遊戲玩就可以了 好我們再來打一關這個第4關我們看一下目前的首領世界首領 喔我們來挑戰一下這個世界首領好了 既然現在這個骷髏王沒有人在打 還是說我們一來之後 就會出現其他人把我們直接幹掉 應該沒有沒有沒有那麼慘吧 我不知道 我們這個強化喔這個強化的話是無損繼承喔所以他不是跟 之前的奇蹟裝備一樣是跟著裝備 對的話可以放心的強化 好我們這邊裝一個心熱比較強的武器喔 咦 我們這樣是 好像是 順利的打贏 他回收裝備是 增加經驗值 我們再來強化 我們通常都是要先強化這個武器還有他的這個項鍊 因為他們都是加攻擊力的吧 好吧那我覺得玩到這邊也差不多那我們今天的 奇蹟恩又大天使的 角色職業推薦 然後這個希望你幫我分享就差不多拍到這邊 我們下集再見大家拜拜 拜拜